11月22日,北京市朝阳区红黄兰新天立幼儿园有家长报警称,怀疑其孩子在幼儿园内受到教师侵害。 今天下午,北京警方通报北京红黄兰幼儿园涉嫌虐童事件的最新情况,设施幼儿园教师已经被刑拘,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除了北京,吉林四平红黄兰幼儿园在2015年也申罚一起虐童案涉案的四名教师后,以虐待被监护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其中,受害方又提起民事诉讼相关案件在11月17日一审判决,央视记者独家采访了受害方家长及代理律师为我们讲述了案件细节。 17名幼儿被扎伤,四平红黄兰幼儿园涅童案宣判。 受害方代理人陈宇伟律师介绍,案件最初是一些家长发现孩子在睡觉过程中经常突然惊醒,且身上还有不明红点。 受害方代理律师陈宇伟半夜睡觉惊醒,有惊觉现象,一些孩子的家长在群里互相发短信, 最后发现只要是孩子半夜惊醒的或者是不睡觉的,身上都有红点疑似被掙扎的痕迹。 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受害儿童身上的红点位类似掙扎痕迹。 家长询问孩子后得知孩子在幼儿园竟然被老实用掙扎过,家长们随即报警。 受害方代理律师陈宇伟最初涉及到的是20多个,但是到公安机关最后一检查只有1,7个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到现存挣扎的痕迹。 有一些可能只剩下原先的斑痕了,所以做不了伤残鉴定,所以最后起诉的是17个孩子。 鉴定结果显示,受害儿童身上的不同部位均存在针扎痕迹。 陈宇伟除了针案鉴定结论还有螺丝钉扎的、钉子扎的、还有木夹子扎的。 案件发生后,涉案的4名教师贝利虐待被监护人罪提起公诉。 陈宇伟报案记录医院的鉴定证明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 再有就是本案被告的公诉,这4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4名涉案教师贺勤,每位儿童获三万精神抚慰金, 吉林省四平市铁锡区法院的一。 审判决认为,4名被告人身为诱儿教师多次采用扎刺、恐吓等手段虐待被监护诱儿情节恶劣, 其行为均构成虐待被监护人罪。 一审判处王禄,孙燕华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判处王玉角,宋瑞奇有期徒刑两年十个月, 这4人随后提出上诉。 2016年12月底,四平市中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 为时原判。 行事诉讼已经了结, 明事诉讼方面易于近日做出一审判决。 陈宇伟明事判决的结果就是所有的被害儿童每个人都得到了三万元的精神抚慰金。 部分受害儿童对幼儿园心存恐惧仍接受心理疏导。 律师还介绍,虽然案件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 但受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却受到了严重影响。 陈宇伟接至到目前, 现在好像还有两个儿童还在进行心理疏导教育, 其他的儿童现在有一些干脆是拒不上幼儿园, 对于幼儿园产生恐惧。 17个儿童中有二户家庭已经搬离四平, 不想在这个环境里给孩子又小心灵造成伤害。 今天,11月25日, 央视记者在四平市采访了本案当中第一个报案的妈妈, 回忆其两年前发现自己儿子被挣扎时的情形。 她至今依然难忍泪水。 受害儿童家长范女士孩子那周的周五放学, 晚上泡澡后, 身上主要是屁股出现了好多好多小红点。 当时看, 到那个红点我就猛了, 我问她, 你粉腰弄的? 她刚开始也不说, 后来说是老师扎的, 当时我是真的不相信, 然后我问她, 那个老师, 她说奇奇老师, 我又问她谁看见了? 她说大胖看见了, 就是他们同学, 我当时就受不了, 整个人崩溃的根本受不了, 当时那种情形每一个家长根本都受不了, 这就是为时邀那些家长不愿意再去回忆, 这个是太痛苦, 然后我就抱孩子去派出所去报案了。 相关新闻, 北京朝阳回应红黄兰虐童事件免除幼儿园园园长职务, 红黄兰幼儿园女教师设虐童被刑拘北京市教委表态, 女子边教老虎团人员集体猥亵幼儿性, 其被刑拘老虎团政委风俊风未发现官兵涉及猥亵行为, 北京朝阳通报红黄兰幼儿园设虐童事件绝不姑息, 教育部责臣地方立即调查尽快查清幼儿园虐童真相, 北京朝阳教委工作人员进入现场望媒体传递真相, 红黄兰幼儿园总部回应真章幼童真相很快水落石出, 北京红黄兰幼儿园涉嫌虐童家长被告知监控快乐, 红黄兰幼儿园教师称家长造谣夸大班级人正常上课, 其底红黄兰幼儿园教机构加盟至背后的圈情圈人真相, 红黄兰事件现场家长反映孩子被强迫围观特殊体检, 北京红黄兰幼儿园被执虐童, 三个孩子被光屁股罚战, 责任编辑刘光博, 责任编辑刘光år战,